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5日 星期五 今天 是農曆 24節氣之中的經疾 以往坊間很多時候就把這個疾讀作為直 讀作為經疾 其實應該是讀作為經疾才對的 要跟大家更正 大家的那個錯誤讀法 不知道是不是這次就能疾到某些人 在一個關鍵時刻 在人民大會堂內 竟然有一個人 這個人 是關乎香港的 即時令人聯想起 一件 幾十年前的往事 跟大家說說發生了甚麼事 今天全國兩會開幕式結束 開幕式之後還有 開會 這次 在這個人民大會堂裡面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這個混蛋 他在離開會場的時候 在台上 在台上 跌倒在地上 旁邊 很多陷糕走過去扶他 這些都是 中共的爪牙走狗 林鄭月娥看到這個情況 還未可以確定他死不死 確定他還未死 慢慢走上前 安慰他 董建華表示沒事 老人家跌一跌而已 不能死 不過 你這刻不能死 不要緊的 我們一會兒慢慢分析下去 然後 然後 他再一路走前 雖然有人參符 扶到差不多 他 又看到另一個合家屬 梁振英 梁振英跟他握手 不知為甚麼 他打算他就釘 這個 最後 鬆行 然後鏡頭就完了 我們分析這件事 跟大家 詳細一點探討一下 有甚麼餘意 說之前記得支持 黃金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演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Patreon 還有後備的星期二日報 現在11,500 上不了 大家要努力一點 當然有能力的就月費贊助 如果 經濟上不許可的不要緊 大家幫我們點擊廣告 多謝大家支持 好了 我想跟大家說 這件事 大家是不是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呢 又是有人 在這個人民大會堂 上撲街 我 找回這個 2014年東方日報 他說 標題是這樣寫的 北京跌倒 城塞去香港標誌 13年 13年4月9日的東方日報 戴卓爾夫人 回憶 當時鄧小平 說一定要收回香港的時候 那麼他 走到這個 這個人民大會堂 忽然間 香港人誰都記得 面對這個屠夫政權 他也很糟糕 當時是時維1982年9月 英國打贏福克蘭戰爭 他就前往北京 打算 跟中共逐租香港 以這個主權換自權 但是 遭到鄧小平一口拒絕 甚至威脅以武力 提前收回香港 戴卓爾夫人當時 人民大會堂腳軟了 就在會堂上 這件事 其實也是真的代表英帝國的一個抹落 大家記得 1982年之後 英帝國的地位可以說是江河日下 而且 他也失去了香港 這個 這個 世界金融中心 現在 代表著香港第一任特首 老而不死 今年83歲 仍然是肆虐香港 這個死老爺今天在人民大會堂 在同一個地方 一個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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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正確的 予以正確的 這個 那麼這個 楊鬼子 討論香港問題 就在人民大會堂的外面 因為他也是外人 這個臉屬董建華 就是一個 港姦 他是內部的人來的嘛 所以他在人民大會堂裏面 而且今天是經濟 這個節氣 這個節氣是什麼呢 這個節氣是我們打小人的 是我們驅除一些 蛇從鼠蚵 鼠蟹狗偷 正如董建華那些卑鄙小人 我們 會看到其實這個寓意是什麼呢 寓意很大機會是中共永遠失去香港 因為由香港第一任特首 在人民大會堂的裏面 這個絕對是有寓意的 不是一般的小事來的 而且 董建華表面上沒事 實際上是不是內傷呢 是不是 這個中風的先兆呢 很多時候老人家跌倒 可大可小 去到83歲 而且做了那麼多壞事 這十幾年來 是不是 做了那麼多壞事 扶植員一個又一個的港姦 殘害香港 這種人 其實應該是會有報應的 不過 不知道是會怎麼樣 我們也希望他可以中風 在床上典二、三十年 最好有長命八九幾歲 那些子孫死了 然後有姑娘幫他換藥 幫他洗澡 幫他抹背 背部 睡到生了一粒粒瘡 要打這個 叫做 葡萄堂 幫他 維持生命 當然要用盜療管幫他剝療 因為沒辦法排泄 這樣 應該是對董建華比較好的一個報應 是對董建華來的 好了 說回這個中共 大家都知道 中共的倒行逆施 這幾年來 在香港的這個錯誤的政策 基本上 他是一手一手 一手一腳 將香港由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變成一個普通的大陸城市 而且只是樓價很貴的大陸城市 外資 有機會逐步撤離香港 因為 現在香港 在行一套公檢法合一 警察 法官 行系一氣 司法已經完全是一個歸了邊 變成政權的 一個爪牙 現在這班是一班納稅的警察 法官是一班納稅的法官 辱卒是一班納稅的辱卒 當然 整個律政署的人 都是一班納稅的份子 如果你將來 真的要 中共倒台 那麼這班人當然是難逃一個罪行 我認為這些將來 真的不應該 浪費子彈的 應該全部問掉就算了 限定一條繩子可以循環再湧 同一條繩子吊那麼多人 一次過吊幾百人在門上開 可能會節省一點錢 又或者 不要吊死他們 把他們封竿 掛在門上開 把他們封竿 當然 風乾的事是甚麼呢 三就遮住一個重要的部位就算了 讓風吹 不論天氣 夏天三十多度就乾煎 當天 就 一路 韓風就把他們吹 那麼當然 如果你不給他水喝 很快就會餓死 造成不了風乾的效果 風乾是要維持住他的生命的 定時就要餵食 排泄 要不然就骯髒了 我們說回 中共 他倒行逆施 其實失去香港是必然的事 大家想想 因為他一手摧毀了 火東方之珠 現在香港人 其實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警察上門去拘捕 大家想想 搞出一個初選 一個選舉比較溫和的事情 他們都不能夠接受 認為你是奪權 這個世界沒有東西可以做的了 大家說文明 當大家說文明的時候 他就跟你來野蠻 然後 還有一群爪牙走狗 就告訴你他們是根據法律 去抓你 說你犯法 那麼這些法官 你們 你們首先應該勾了一條舌頭 然後才是風乾的 好了 那麼其實 這一節 我們看到 預視到 不知道是不是時辰到 踏正在這個驚疾 看到這條死糟糕老猛洞 就在人民大會堂上 那麼我們 真的衝心抓他 快一點點就是中鋒 但是千萬不要那麼早死 我們 要他親眼看著 中共倒台 好像當年 五子衰 我要把眼睛挖出來 放在城樓上 看你怎麼亡國 當然 丟住他的命 別讓他死 最好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